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这个肌肉男到底有多狂 红灯横穿马路就像在自家卧室散步一样 闯进别人公司对着头顶监控就敢开枪杀人 一连三天想杀谁谁就别想活 不蒙面不伪装坦坦荡荡要人命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又是谁给的他这个胆呢 这个肌肉男人送外号司机 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汉匪 因为一起银行抢劫案 在监狱中待了十年 今天是他出狱的日子 监狱长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出狱后要好好做人一心向善 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一有人招惹你 就把对方打到爹妈都认不出来 说着监狱长还拿出一叠照片 上面全都是被司机教训过的御友 看那一个个伤势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面对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诫 坐在那儿的司机早就已经混有酒校外 他接下来确实不会再打人 只是想杀掉人而已 时间一到 司机就迫不及待地奔向监狱大门外 随即坐上一辆有人为他准备好的车子 里面有一张男人的照片和写有地址的便条 以及一把枪 司机油门一轰就开到了市中心 下车后 静止横穿马路 也不管那些被迫及刹车的司机们的谩骂 只身闯进了一家公司大门 一边掏出手枪 一边找到一个正在工作的电话推销员 二话不说就将对方一枪抱头 还刻意抬起头 生怕监控拍不清楚他的脸 接着就转身离开了那里 全程动作行云流水 干脆利落 惊得一众目击者 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警方接到报案 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 通过查看监控视频发现 死者在看到凶手过来后 那表情没有疑惑和惊慌 倒像是认识他 这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时间来到晚上 司机来到一家四人侦探馆 向一个脖子上挂着金链的小哥打听一些事 此人就是帮司机准备车子和枪的人 不过那些东西都是司机花钱买来的 他来此处是为了调查十年前的那起银行抢劫案 在当时的团队中 司机是专门负责放风和开车的 在接应其他同伴从银行出来后 他凭借着一手 堪称F1赛车手的绝佳车技 成功摆脱了警方的尾追堵截 可就在他们把赃款带回去点后不久 却遭到另一伙破门而入的家伙黑赤黑 而团队中的司机哥哥也被对方杀害 司机本来头部中了一旦 但侥幸活了下来 后来在医院被警察逮到 以抢劫罪之名做了十年牢 明明美花上一份赃款 亲人的命也达了进去 最后却憋屈地待在监狱受罪 这股火在司机心中烧了十年之久 十年来 他一心想着出狱后 给死去的哥哥和其他同伴报仇 于是就在服刑期间 向运游倒卖各种伪金品 赚到了不少钱 以此成功雇佣金链小哥为自己服务 除购买复仇工具外 还托他查到了那伙黑赤黑分子的下落 今天干掉的那个电话推销员 就是其中之一 可当司机问起剩下几人的下落时 金链小哥竟然坐地起架 问司机索要更多的钱 遭到拒绝后 竟派出一旁的标形大汉打手威胁 摆明了想要强卖强卖 可他却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是在太岁头上冻土 等那个大块头打手气势汹汹走过来时 先瞥见了司机手臂上的纹身 当下就认出来他就是司机 作为江湖上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惹他的人可都没好下场 打手想到这儿 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一转眼就跑得没影了 没有了保护盾 金链小哥只好乖乖把剩下的名单交给了司机 就在司机继续寻找下一个仇人时 某座高档的湖边别墅中 一个英俊富有的男人正在练瑜伽 此人外号杀手 人如其名 他也确实是个雇佣杀手 而且每次佣金只要一美元 显然这是个不差钱的主 他杀人完全只为挑战自我 在这之前 他也干过很多其他工作 但只要掌握精髓后 很快就会失去兴趣 唯有杀人这件事 一直吸引他到现在 每次都有新刺激 这不 瑜伽刚结束 他就收到了一个新任务 目标人物正是司机 女友当即开始帮他收拾装备 一者面强的武器 堪比一个小型弹药库 豪车车库中的抽屉里 满满的全是假车牌和假身份 一次一换从不重复 因为按照行规 杀手不能问目标的背景 所以他并不知道司机是谁 自然也无法预知 这次挑战的难度有多大 准备完成后 杀手就像个兴奋的猎人 开着豪车出了门 此时的另一边 警方已经查到了 司机和死者的身份 结合十年前 他在那起黑赤黑抢劫案中 遭遇的一切 猜到了他想帮哥哥复仇的目的 第一个死者只是开头 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人遇害 糟糕的是 警方并不知道那些人的下落 也没办法敢在司机之前提醒他们 果然没过多久 这份担心就变成了现实 出狱的第二天 司机就找到了下一个复仇目标 那是一个老色批 在司机来收拾他之前 刚刚在家 用药迷晕了一个女孩 打算拍摄一些下流视频 一看就是个惯犯 只是随着司机的闯入 老家伙的美梦也跟着破碎了 他本来还拿起一把刀想要防卫 可惜司机一枪就打飞了那只拿刀的手 老头连忙跪地求饶 为十年前做的事不断道歉 可惜临时抱佛脚 打动不了复仇之人的慈悲心 司机搬起一动 老头子的脑袋就开了花 等司机从屋里出来后 那个杀手也从走廊尽头冒了出来 正要开枪的时候 一个小女孩恰好走出家门 架在两个持枪男人中间 她一时慌了神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是司机当起了一段 一把将她推入了旁边的门内 与此同时 对着杀手连开竖枪 强悍的火力逼得对方不得不躲到了墙后 谁知 等杀手再现身 准备继续枪战对决时 司机早已溜至大击 这次的经历 让杀手很是受挫 同时 也对司机生出了莫名的崇拜之情 自己从没见过这样的厉害人物 枪法精准又强悍 有着无拘一切的气势 看来 想要杀了他 自己还得从长计议 再找机会 比起杀手的反复思量 司机的任务指标似乎赶得很紧 初遇第三天 他也找到了第三个目标人物工作的夜店 对方是个酒保 两人在洗手间狭路相逢 酒保自知 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掏出随身携带的刀 和司机的螺丝刀对战 只可惜 唐僻当车终是一败 几番交手下来 酒保身中树刀 腿然倒地 在奄奄一息的时候 他掏出手机 拜托司机帮他给儿子打个电话 说自己这个爸爸对不起他 司机生出一丝怜悯之心 在离开的路上照做了 他本打算继续高歌猛进 明天向着下一个目标进发时 结果却得知了 酒保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新闻 他竟然还没死 自己手下怎么能有漏网之鱼 这样想着 司机就180度大转弯 驱车赶往了医院 没有白大瓜伪装 没有左右躲藏 而是直冲抢救室 就在他抬起手枪的那一刻 病床左右抢救的医生护士 也是相当有眼力见 纷纷退避开来 贴心地为司机开辟一个 毫无遮挡的射杀视野 在双方无言的默契配合下 酒保顺利被爆头 医护人员就此提前结束了工作 说不定今天还能早下班 就在司机大不留心地离开时 早知他会来灭口的警察 杰夫追了上来 两人在医院地下停车场展开枪战 被打中的电线滋滋冒着火花 头顶的灯光也闪烁不定 而就在这明暗交替间 司机的枪已经顶住了杰夫的脑袋 正当杰夫以为自己死定了 闭上眼睛打算接受命运时 却半嗓都没听见枪响 在睁开眼时 司机已经消失了 他放了自己 现在的司机还不知道 刚刚做出了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 这边才刚对付完警察 开车离开的司机又被杀手追上了 串流不息的马路上 两人的车技比拼倒是不向上下 只不过司机可没心情和他玩标车游戏 一枪就打包了杀手轮胎 而与此同时 杀手的子弹也直朝司机的脑袋而来 结果却失之毫厘差至千里 夺命子弹只擦破了司机的脖子 而扁了撤胎的杀手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消失在夜色中 身为一个健壮的肌肉男 两场战斗结束 司机还是神采奕奕 转而又去了下一个地方赶场杀人 夜深人静的某处民宅中 司机的枪口放在了一个睡得正香的老妇人头上 瞬间将其惊醒 老妇人正是司机的母亲 但十年未归家的她 这次回来并不是探亲的 而是复仇 她怀疑是父亲出卖了她和哥哥 因为父亲也干过不少坏事 哥哥之前向他请教过如何抢银行 作为指导顾问 老家伙开口就提出要评分赃款 但被哥哥拒绝了 司机怀疑她是恼羞成怒 才叫来另一伙人来抢劫他们 此时父亲似乎并不在家 母亲在听完这番话 一口否认了儿子的猜想 还说出了一个隐瞒多年的秘密 身为小儿子的司机 其实不是丈夫亲生的 所以从小到大没得到过父爱 可是丈夫对亲生的大儿子却十分疼爱 不可能找别人来害他 而且司机这时才知道 父亲早在他出狱前就已经去世 听到此消息的司机没有伤心 只有找错答案的失落 哥哥是家里唯一对他最好的人 其他人的生死都与他无关 团队中的其他人疑似 如果不是父亲出卖了他们 那谁又是那个叛徒呢 离开家之前 司机还带走了哥哥的骨灰盒 既然暂时找不到谁出卖了他们 那就先杀掉那个黑吃黑团伙中的最后一个人 司机没想到的是 最后这人 此时竟然已经成了一名牧师 为台下的信众们传授圣经教义 看到找过来的司机 他很快就明白 对方是来报仇学恨的 为了不让身边的妻儿担心 就把他们支开了 主动和司机来到湖边 向他忏悔自己十年前的罪过 当时的牧师正处在人生的低谷 一身的穷困潦倒 意外被人拉入一个团伙 说能赚大钱 他负责在门外望风 怎么也没想到其他人会杀人 当他赶进屋内想要阻止时 已经晚了一步 他当牧师的初衷就是为了赎罪 他也知道自己没资格 祈求司机的原谅 当即便跪倒在地 手握圣经 闭上眼睛唱起圣歌 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片刻后 枪声响起 牧师却活了下来 是司机饶了他一命 或许是看在上帝的份上 又或许是怜悯他的妻儿 总之 这是司机第一次放弃复仇 此时的他 也对以牙还牙的方式 产生了动摇 而另一边 警方经过对三个死者的身份详细调查 发现他们都曾经当过线人 而几人彼此之间却并不认识 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奇怪 那他们又是怎么凑到一起 策划了那起黑吃黑的行动呢 就在负责此案的女警 在继续寻找几个线人之间的共同点时 杀手再一次找到了司机 这时的司机正坐在教堂中 看着前方的十字架 思绪在仇恨和宽恕之间反复拉扯 连杀手用枪对准他的脑袋 他都没有反应 杀手挑衅说 要和司机来一场公平对决 结果却遭到拒绝 理由是 杀手不是他的仇人 这让杀手感到一种深深的藐视 便故意用激将法对付司机 说他的复仇之旅不应该到此停滞 因为还有一人活着 那就是让自己来杀司机的雇主 此人肯定和十年前杀死他哥哥的人有关 所以才十分忌惮出狱后的司机 正这样说这时 警察杰夫竟然过来了 他二话不说 就将司机一枪抱头 就在杀手傻眼的时候 杰夫自揭身份 他就是十年前那火黑吃黑团伙的组织者 用一帮线人抢劫了劫匪的脏款 也是打死司机的人 之前让他活下来是自己的失误 现在也算亡羊普劳为时未晚 当时之所以能找到司机他们的窝点 还要多靠司机哥哥的女友提供消息 而对方也是自己安插的线人 杰夫眼看杀手的任务执行得很不顺利 这才选择亲自出面解决 听完了所有来龙去脉后 杀手觉得大受无辱 直接离开了教堂 说自己要金盆洗手 连杰夫给的一美元佣金也不要了 自以为解决了隐患的杰夫来到湖边 正和妻子打电话时 竟被一枪打倒 开枪的人正是司机 他又死而复生了 这次是十年前 脑袋中未取出来的子弹残片救了他 杰夫千算万算都没算到这一点 为了吸取对方失手的教训 司机又补了一枪 明明白白看着地上制人厌弃 才放心离开 其实刚才在教堂的时候 司机已经打算放弃复仇了 但杰夫不依不饶非要要了他的命 这可就怪不得自己没有手下留情了 做完这一切后 司机带着哥哥的骨灰罐来到湖边 将他洒入了夕阳下的湖水中 只愿他在天堂里安息 电影结束 《急速复仇》上映于2010年 由巨石强森出演 大块头的肌肉猛男 外加激烈的枪战飙车元素 让人肾上腺素分分钟飙升 看完就一个爽子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司机两次脑袋中弹都能安然无恙 完全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倒也是不辜负练了那么多的剑子肉 生命力是一等一的顽强 遗憾的是 那个出场给了不少镜头的杀手 发挥空间太少 本来觉得他会是司机复仇路上的一大拦路户 两人的战力起码得不分上下 结果是个花瓶 最后放弃的也很是潦草 还不如那个藏在背后白痴黑的警察 这个反派警察设计了这么一通阴谋轨迹 看起来智商很高的样子 结果最后还是死在了 起死回生的司机墙下 这也不能怪他能力太弱 都是没有主角光环惹的祸啦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再见